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更好的知名度 或者怎么样子 这是一种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有很多艺术家 说实在就找不到合作的画廊 那他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自己推自己行吗 那我怎么推呢 我自己推自己 首先要从现实来看 离开画廊体系的推广 也就意味着冒风险 艺术家能不能推自己呢 其实从原则上当然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推自己 但是成不成功是另外一个 因为一个艺术家当然是可以推广自己 他相信自己的趣味 但是这个社会也很残酷 如果一个穷艺术家没有资本 或者没有一个有利的社会阶层的推动 他光自己推自己 那不可能 那只能就 这个变成了一种 精神病患者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艺术家 今天靠自己的单人 单个力量推自己 不是说绝对不可能 但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一个正常的人 或者有的人想推某些艺术家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你要准备好 推一个人的资本 要准备好 你说服某些机构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离开画廊这个体系 离开贩卖行 离开这个体系 我如果有力量 或者我要推一个人 这是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冒险 但是人有时候就在冒险中 才体现自己的这样子 所以总是有些很奇特的例子 就是说 你愿意迪西区学生 但是可以挖掘那些 沉睡的被忽略的被遗忘的被漏掉的被干掉的艺术家 或者说你坚定的相信自己的这种推是有结果的 那你就不跑去推 当之就是冒险 但是冒险就意味着刺激 一定会有人他们是很有钱的人 他们真的想做这样的事 能不能做成呢 看机会和看运气 也就是说 不是有钱 很有资本 就能把自己想抬红的东西 抬起来都抬起来 我又告诉大家一个广告的 很严峻的事实 当产品 都达到相当质量 都具有相当品质的时候 广告界很清楚一个道理 所有产品的竞争 其实都是广告的竞争 没错吧 但是这个原则带来另外一个原则 叫做好广告会毁掉坏产品 你明白的是吧 当你推的这个是个坏产品的时候 你越有钱推 你其实越管它 虽然这个话不能够完全移到艺术市场 但我想它是有道理的 当中玩这种冒险游戏 或者说各种运气 而使这个事情做得很有意思的 逆着 我们考察一下 20世纪的历史当然有了 比如说大家现在知道 排卖行中的硬通货 是一个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去世的 在巴默默默无闻的画家长玉 但是你们了解过长玉的出来的过程吗 它不完全是一帮有钱人抬它路 这里面跟一个摄影家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可以查查知道 这个摄影就叫弗兰克 当然我们要了解长玉出来 我们可以了解到弗兰克 怎么样的去获得了这批长玉的作品 这个获得也有某来信 然后长玉后来又如何的成功呢 至少它是一个开始把它交到市场上 然后被炒到今天如此难贵 如此难贵 当然前提是长玉的画似乎具备某种品质 吴冠中的画之前到了现在排门行上 如此走火的程度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规定的证据 明白明白明白 包括吴冠中怎么出来的 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了解一下 有两个中国的这个当代画家 一个是台湾的刘国松 一个是中国的吴冠中 他们都跟一个美国的著名的美术史家 密切相关 至少这个美术史家 在最开始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艺术史家叫李祝靖 堪萨斯大学艺术史的教授 是燕旧丈夫的名家 他的晚年 我和他有很多是很有趣的交往 就是他最早在六十年代 把国跟韩国的一个奖金 通过他的努力给了刘国松 刘国松得也有机会 在国际上有了一个一年的创作 那么李祝靖 作为一个燕旧中国传统艺术的著名学者 他为什么又热衷于刘国松 后来包括吴冠中呢 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这里面包含着中西方艺术理念的 差距和冲突 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学者 面对西方艺术的感慨 和他所可能做的努力 也是一个以某种个人力量至少再开启 参与推动的一个例子 所以如果你有力量 如果你有自信心 如果你有资本 其实你想推一个似乎不见的 临不见精传的艺术家 这个冒险的游戏 我想有一些人是很想去玩的 也许他就成功 但是很多时候也可能不成功 这个更像一个赌博的游戏是吧 对 因为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我们不要讲艺术的价值 艺术史的事了 从艺术市场来讲 艺术品就是一个 无特的期货 艺术市场真正赚大钱的人 堵的是眼光和运气 它是个期货 这就意味着 如果你及早看出它的前景 你及早投资你就还来了 1996年 97年 正常刚的一张油画大家族 也不过了不起 8千米万美金 2005年 纽约数据表拍卖行 第一次拍卖中国 当代艺术 第一次有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参与拍卖 正常刚的一张当年的油画 当年拍卖价 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是97万美金 1996年到2005年 9年时间 由8千到1万美金 上升到97万美金 请问有什么样的货 它的升值会超过艺术品 这就吸引了很多投机商人 很多冒险家的 这种 兴趣 焕发他们的兴趣 要做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事情 那我顺便就 顺着这个问题 再问一下 很多人说 像张小刚 那个年代 中国的这艺术家 那个 价格一飞冲天 这种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那您觉得这样的说法对吗 中国还有没有现在的年轻人 还有这样的暴富的这个机会呢 大致上我同意这个看法 因为那是一个特殊时代 其实连艺术家自己 包括我 参与了 八九十年代的 中国当代艺术进程的 这么一个资深的参与者 在1996年97年 怎么能想到 张小刚的画 升到这个价格呢 如果想到的话 早就想起到下来 不难了吗 有的人很聪明 就留下他的画 今天就很厉害 当然今天他的价格就下来 但是 那是个特殊时期的产品 因为 今天 同样是我跟这些新的 年轻的 迅速成长的画廊的 负责的聊天的时候 他们 以及他们所代理的艺术家 都已经非常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在九十年代 在两千年之初 中国艺术界 可能还没有多少人明白 这个道理就是 高价可以把你干掉 现在有的画家就没办法了 没市场了 但是他不能掉价 你掉价 收藏价叫组织暗杀团 把你暗杀掉 神经兵我 常来这么多话 当你一千万收下来 你现在两百万出手的 不是 大水飘了 那后来我还不能花一百万 找个暗杀团把你干掉 艺术市场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规律就是 价格上了就不能下去 下去就完了 就崩盘了 而对一个艺术家来讲 还有比崩盘更可怕的是吗 所以现在 新的画廊和年轻的艺术家 他们反而不断的跟我聊天的时候说 不要太高价 不要太高价 要维持 维持这个价格 否则我的未来空间就没了 反过来 其实这些艺术家那么高价 也不是这些艺术家想到 还是高级操作的人 高级操手来操盘的 高级操盘手操盘出来的 他们提前的把一个艺术家 未来的10年 甚至20年的发展空间 提前的收获了 然后把你扔了一点就不管 反正你 不能降价 你的画也 也在赤脑上走不动了 你就呆了吧 我钱赚够了 我就开始炒别人去 所以最后 在艺术市场最成功的 还是一把炒家 把价格抬得那么高 就是把炒家 的一个结果 当然艺术家也很高兴 但是 他们高兴得太早 有些艺术家也非常明白 非常非常明白 当然他们也盘满钵满 中国的艺术家 是全世界 我估计是最会生活的艺术家 不会像摩斯克一样 觉得自己才华尽了智商 不会像波罗克一样 觉得自己才华尽了酗酒开车死掉 中国艺术家 没有几个人是智商 中国活得很好 出了灵台 做了豪宅 然后抱怨自己的这样 像绘画在外的市场 看不出任何 这个足以 像罗森科那样的 像波罗克那样的 像樊高那样的 所以我觉得 外国的艺术家 最重要的艺术家 大多数是疯子 中国的最重要的艺术家 大多数是 生活高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